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強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讚賞開啟小鈴鐺 食不安全 真的讓民眾會擔心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你自己吃進去是什麼東西 有意思就說到 你吃了什麼就會長什麼出來 那萊克多巴胺吃了進去 難道真的會沒事嗎 現在這時候看到一些意義 一些宣傳一些講法說 吃了進去量不多會沒事 可是民眾心裡面 還是持續的在擔心 可是政府有幫我們 做到把關的責任嗎 看起來好像並沒有 現在這時候 民眾心裡面擔心的程度 越來越嚴重了 如果沒有中天 誰來揭開真相 你剛剛提到把關 媒體一定會進到 監督把關之責 那麼說到這 很多在野黨立委 也都在緊緊抓住這一塊 可是呢 這些民進黨的明代們 我實在不懂耶 智人民的健康與何之 對不對 我們看到了 包括了 剛特別提到了 邱瑩大喊說 你有毒的豬肉 你就不要吃啊 包括了我們知道 其實跨黨派的這些立委們 他們提案 希望這個 從明年1月1號之後 萊豬就禁止進入校園 絕對不能吃萊豬的相關的再製品 但是 但是 在民進黨內 有立委 也有連數 但後來 在最後一刻 好像有些人就沒簽名了 因為感受到壓力 就撤簽了 但是其實 我要講的是 我們人民不是應該放在第一位嗎 是啊 但現在呢 我再說一次 這些民進黨的立委們 還有我們的政府 究竟要致人民的健康安全置於何地呢 佑正 嗨 邱瑩英委員說 不然你就不要吃嘛 你就不要吃嘛 對不對 吳秉睿委員說 不喜歡你就不要投嘛 沒錯啊 你們可以選擇啊 在他們兩個人的說法當中 好像人民最大對不對 你最大啦 不喜歡你就不要吃 不爽你就不要投 對不對 那我很想代替大家問一下 那我們不喜歡這個部長 可不可以換人 我們不喜歡這個主委 那請問邱瑩英委員 我們可以換人嗎 我們不喜歡這個黨執政啦 可不可以換人 對嘛 那你叫我們不喜歡就不要吃 那我們也不喜歡你啊 那可不可以把你換掉 不要說啊 不行 怎麼那麼天真啊你們 太天真了 來今天幾月幾號 10月30 10月30 恭喜 或許 也許 大家的好日子剩兩個月 因為兩個月以後 你可能沒有言論自由了 兩個月以後 你可能 要想想看豬肉要不要繼續吃了 所以你的自由會遭到踐踏 不但是你講話的自由 還有你放心吃豬肉的自由 我今年36歲 37歲 我這30幾年來不用擔心吃豬肉 好可怕 我想吃肉鬆我就吃肉鬆 我想吃香腸我就吃香腸 我管你是溫體豬還是 不是溫體豬還是再製品 還是多了好幾個手續的加工品 我從來不用擔心啊 我只要擔心會不會胖而已啊 肉鬆很油吃太多有點胖 但從明年開始我可能要擔心 欸這家早餐店 他賣的肉鬆我能吃嗎 那個香腸攤阿伯有沒有 他賣的香腸我能吃嗎 這是什麼世界啊 這是什麼社會啊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常態嗎 各位 完全不是啊 絕對不是啊 所以我很擔心 雖然我沒有主持了 但我很關心大家啦 我很擔心大家 未來兩個月後 你們的生活該怎麼辦 尤其 尤其 碰到這麼傲慢的執政黨 你不喜歡你就不要吃啊 你會怕你就不要吃啊 我跟各位說吳 吳怡丁委員講得好 有氣喘不能吃 你們知道 身體有什麼狀況 或是什麼樣的人不能吃嗎 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啊你都沒看 沒看我們中天你就不知道啊 有看就知道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不只氣喘的喔 還有什麼 三高 心血管疾病 孕婦老人 小孩 運動員 有精神疾病也不能吃 因為萊豬它會造成你的情緒亢奮 可能會脾氣暴躁 可能會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情 現在再加一個氣喘啊 所以你算一下 你身邊有多少人 是老人 是小孩 是孕婦 是運動員 有三高 有心血管疾病 有氣喘 有精神疾病 算一下 我身邊十個 可能有七個八個啊 那不就大家都不要吃嗎 那大家都不要吃為什麼要禁呢 這不是很奇怪的邏輯嗎 對 不喜歡 你不要吃 那可以啊 酒駕以後無罪啊 你只要不要酒駕就沒事了嘛 對不對 吸毒以後無罪啊 你不要吸毒就沒事啦 你晚上不要出門就不會被酒駕的人撞啦 以後傷害別人也無罪 你不要傷害別人就好啦 你就不會有罪啦 這不是一樣的邏輯嗎 多麼可笑 多麼蠻憨 多麼無理 還有一點點無恥的邏輯 你不喜歡你不要做啊 但我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管不著 這就是現在執政黨的心態 再加上我剛剛說 很多官員滿口謊話 到底現在 前面很多來賓都講過了 到底現在能夠進台灣的美國豬肉 有哪一些 不知道 美國 其他國家進不進得來 進得來嗎 進得來 陳吉仲說進不來啊 陳吉仲說只有美國的啊 也可以進口台灣 他說依據行政命令是可以的 那換句話說 那換句話說 那我認為講得非常有道理 他說來源場地你就標一標 結果說 不標 對 他說不標以後 好成分那你標一標 他不行 好 我現在請問各位 如果我們現在去超市 我們吃自己的台灣豬的話 各位去超市翻翻看 上面就有成分來源場地價格四個標 那為什麼美豬可以不用 而我們要這樣子 這是一個第二個邱易營講的 他是說 那就不要吃 我都公開講 告訴大家不要吃再製品 什麼叫做再製品 你吃的肉鬆 你吃的豬肉乾 你吃的牛肉乾 就是說 我們講的叫做再生製肉品 你吃下去 你就不知道 他究竟是用萊豬做的 還是用那個美國牛肉做的 或者是台灣豬就是不知道是美豬還是台豬 因為那些個家味料下去以後 做成熟食以後 你根本分不出來啦 除了分不出來 各位 這一些都是我們給小朋友喜歡吃的什麼零食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我們來看民進黨的傲慢 除了傲慢以外 他更重要的 他還有一個 就是說你可以萊豬進口 你美國牛肉進口 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為了要跟美國建交 為了要買美國更多的武器 為了跟美國簽FTA 那我們大家吃也就算了 結果美國說萊豬那是萊豬 其他的在意 那換句話說 我們同意他進口 請問我們台灣老百姓犧牲的健康 我們得到了什麼 請各位告訴我 我們又得到了什麼 我們以為是得到了更多 結果一個都沒得到 那反而以後還要 對其他國家開方便大門 所以現在萊豬的問題 除了是全民健康的問題以外 更是我們國格的問題 更是人民 要對民進黨講出一個NO 為什麼NO 請民進黨好好想想 你制定這個政策 究竟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你自己 還是為我們台灣人民 是民主主人的 是民主主人的 可憐 香港人的 以為是民主主 曾有群人的